剛剛各位已經有玩過就是模擬器了 你現在進來這邊看有沒有覺得好熟悉喔 哪裡不一樣 我可以先問一下嗎 可以大家來找查一下嗎 垃圾桶 垃圾桶 對 好聰明 對 垃圾桶 現在都改到左手邊 因為有人反應在右邊太遠 你看 現在人平大到這樣 用藥味也覺得很 還有嗎 哪裡不一樣 多一個QR Code 多一個QR Code 騙人 那個模擬器本來就有QR Code 還有沒有 來 下載 製造部體驗版 體驗版 對 上面不一樣 因為以前剛開始他沒有改 我們就跟他建議說上面要有不一樣 這樣人家才知道 到底是模擬器還是那個 都有 還有沒有 範立積木 範立積木 好聰明 沒有錯 這裡不一樣 燒杯旁邊有沒有多一個 這個 也就是在這裡的話 如果 因為我剛剛講的 連垃圾桶都有人覺得懶了 所以有些人寫成是很懶 沒有 我就用你的 這樣就好了 這樣有很難嗎 再看一次 按一下 來這裡 假設我要這個 也變成就進來了 這樣你只要負責改假 或一個那個號碼就好了 這樣夠懶嗎 不過這裡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按的地方不一樣 得到結果不同嗎 什麼意思 來 我有寫一篇部落格文章 但是 我 我不要老是叫你去看我的部落格 來 你按這裡 跟按後面加號是不一樣的 兩個都可以按喔 前面跟後面都可以按 那兩個差別在哪裡 你按前面的話代表 按下去之後 範例完全取代你現有的積目 按後面加號 拿官方的範例 加到你的範例下面 就是你的積目下面 這樣知道兩個差別在哪裡了 所以你按前面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提示告訴你 我會取代掉它 這樣清楚齁 好 再順便問一下 還有哪裡不一樣 沒有模擬器 對 沒有模擬器 沒錯 你有沒有發現沒有房子 還有沒有 有啊 剛剛有看到啦 你不覺得這邊看起來不一樣嗎 比較多 有沒有 比較多 沒錯 這裡會比模擬器多 因為模擬器的原件還是有限 還有有限 再來還有一個地方 你們沒有注意到 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們原本下面有網頁互動區 這裡沒有 為什麼 因為在Blockley這邊正式的裡面 你如果沒有打開燒杯 就沒有 那打開燒杯 看你用的是哪一個 你看我在這邊 我選了點擊燈泡 我在左手邊 有沒有就只有點擊燈泡 也就是說這不讓你混淆了啦 你今天沒有其他互動的時候 其他就收起來 所以當你把燒杯關掉的時候 那邊就自動關掉 就沒有了 所以就這麼差別而已 就這樣 所以基本上是一樣的 另外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其實我們剛剛在看模擬器那邊 它一樣有這個功能 就是我們一直強調 WebDuno是不是就是網頁 那我去那裡看它的語法 我們剛剛算簡簡單單 丟幾個積木就完成 你可以看到 上面這裡有沒有一個叫Java Sweeper 這是最簡單的 它就把Java Sweeper拿給你看 但是這樣還不夠 還不夠 因為如果你要看到真正的內容的時候 你可以來這邊 你看上面這裡有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 你把它打開 你會發現 這裡 會有完整的什麼 網頁的程式碼 因為網頁程式碼包括三個部分 第一個 HTML 對不對 第二個 CSS 如果你有網頁互動區的話 會有CSS 再來 有沒有叫Java Sweeper 這樣了解 所以你在這邊就可以把它取得 那當然你會 我們強調你會寫網頁 本來就Coding 那你就可以拿去用 所以 沒有人規定說 WebDuno 一定要在模擬器 或者是所謂的 這些 Blockly的積木裡面去完成 你程式功力比較厲害的字感 一樣可以用 很一樣可以用 那這個是給我們凡人使用的 我們都是凡人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是神人 因為很多很厲害 我們才叫神人嘛 OK 那這樣子 就了解囉 所以 還有一個 要請各位留意一下 你看 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顆閃電 這個要給你幹嘛用的 跟你的小朋友做聯繫用的 跟你的寵物做聯繫用的 所以 你把它打開 輸入你的什麼 那個 Device ID Smart device 你看有沒有變綠色的 有變綠色就表示它已經現在 連上Wi-Fi的 在等你可以做控制 如果你變的是紅色的 表示你的裝置像是離線的 你可以在右上角這邊 按一下它就打開了 你就可以在裡面輸入 你可以先測試看看 因為一般我們在寫成色的時候 我們總是要先辨識一下 我的裝置有沒有OK嘛 對不對 有沒有在準備好 Ready的 讓你可以控制 因為有硬體 我們就會有 可能會有硬體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軟體的問題 所以要先區分一下 先確認一下 你的裝置是不是在線上 就是你那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會在我家 我可以 我可以體諒你 為什麼你感覺在我這裡 對對對 所以你永遠沒有辦法知道 這樣OK 所以有沒有人 你的裝置像是離線的 把它收入進去 應該OK 這樣對blocker應該就有一個基本了解 改正會 自己的東西 我們好嗎 我們可以做 我們好嗎 這個問題 我們好嗎 我們來自行 因為我們好嗎 我們好嗎